HELLO 歡迎大家來到 TIER BEAUTY CHANNEL 相信有脫髮困擾的你 一定會到處找不同的方法 亦可能有機會聽過 Hairmax Hairband這個法寶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Hairmax Hairband的原理 操作方式 以及如何去選一個 適合自己的Hairband模特兒 Kitty 其實一個這麼小的Hairband 真的可以解決脫髮的問題嗎 那麼多年有困擾買一個 就真的搞定了嗎 那你就要更新一下 以前遇到脫髮問題 就每次想去參加那些真髮的療程 每次都要花幾萬元才有少少的效果 但是現在科技進步了 原來一些醫學級的激光技術 其實可以帶入家裡 Hairbag Hairband 就是透過醫療級低劑量激光 這樣刺激無能再生 改善頭髮稀疏的問題 恢復頭髮的自然生長周期 就可以令到頭髮更加豐盈 密集地生長 而且這種低強度激光療法 已經被FDA認證了 用於治療由紅激素引起的脫髮 哇 這麼聽起來很厲害 那可以怎樣用呢 其實用法很簡單 首先開啟按一下 記住不要直接用眼睛去看著那個Hairbag 你會看到有少少紅色的光 這些激光會滲出來 然後就把它放在頭髮那裡 在最前面那一邊 就這樣放在這邊 其實它沒有感覺 你不覺得也完全沒有感覺 它30秒之後 你就會感覺到它震一陣 當它震動的時候 你就順便去下一部分 我提早做定 這樣就可以了 剛剛聽到震一聲 然後到它再震的時候 下一次你就再移動多一點 其實你移動兩次就已經OK 這樣就完成了療程 這個步驟大概是90秒左右 其實它有這些紙 就是幫你梳開頭髮 讓激光可以容易入到頭皮底下 剛才那個就是我們叫Hairbag 82 82 我手上這個就是Hairbag 41 其實操作也是一樣的 但是你看到它比較小一點 沒有82這個闊度那麼大 其實你就可以當是小一點用 分為6部分 每一部分都是30秒 整個療程加起來 其實3分鐘就完成了 我們會建議隔壁用的 每星期用3次 效果會比較理想的 我們也建議在洗頭髮之後去用的 然後也不需要用任何造型產品 讓頭髮乾了或者半乾 甚至湿頭髮其實都可以安全使用的 治療週期大概是3至4個星期 就會開始感覺到它有明顯的改善 甚至乎再過多一兩個月就會有些毛毛 會出來的 就代表新頭髮生了出來 其實有兩部 我應該要怎樣選擇 簡單來說 無論是Hairmax82或41都好 兩個都是用同樣的激光療法去治療這個脫髮 但是它的分別就是 Hairmax82代表裡面有82個激光頭 而Hairmax41就有41個激光頭 其實效果差不多 不過你做的時候時間會需要長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用多一點時間的話 其實Hairmax41都可以的 另外一個分別就是41有彈性的效果 就像我們戴頭褲一樣 你可以看到它有少少的彈性 你可以自行根據自己的頭型去調教自己的大小 但是如果你是不需要全面治療 只不過是可能只是頭頂這個位置會比較少頭髮的話 那我就建議會用這個 因為你可以自己 它比較小一點 自己移動到那些位置 而且通常女生的頭髮都會比較小一點 如果是男生的頭型大一點的話 我想Hairmax82就會比較適合它們 另外Hairmax41時間都不同 Hairmax41就要3分鐘 這個就是90秒 其實兩個都可以在塗的時候已經做完 就是塗一下就移到後面再塗多幾下 但是價錢就有一個分別 這一部40就相對來說便宜一點點 80年就貴一點點 大家都可以看自己的預算去做個考慮 所以選哪一個實際上都是取決於你自己個人的需要 例如說你需不需要一個全面的覆蓋 或者你需不需要一個超級快的治療時間 我要90秒就搞定了 或者你的價錢是不是最重要呢 或者你的頭型的大小 以上的因素都可以選擇這兩個之間做一個決定的參考 其實可以上你門市那裡試一試 就看看哪一個會舒服一點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Like and Share 我們會定時分享更多美容資訊給大家 Bye Bye number two 充滿 點 感谢观看